而瑞文一往上来 两个人都没有状态的 也不敢打这个瑞文 相比的话 这个老高爹的瑞文 还有EZ输出就特别高 现在 其实现在女警装备还是不错 看一下这波 瑞文在追狮子 应该是没有结果 这个 干扰一下 女警还需要一个鲜鱼 赶快 真的非常需要一个鲜鱼 现在就是看杰斯后期的团战输出 能做到什么程度 她现在装备还是比较领先 这边装二塔是直接拿掉 她现在炮壳又不疼 现在炮壳还是挺疼的吧 在打后盘 蜘蛛要被抓吗 这边 哇 蜘蛛都这么肉了 哇 这个龙女 打她的意义不大 没伤害 来 狮子这一波突进的有点深 这边反控一波 女警被控到 这个大招给她非常漂亮 骗了很多技能 瑞文突进来 但是这边就有可能是要被秒 啊 被秒之前先是杀了一个垂石 垂石 这时候龙女血不多了 狮子狗在后面已经被切掉 但是 这波是打了一个零换二 嗯 这样的话中路可能要丢 哦 哦 哦 好凶 哦 好凶 一人现在是秀起来了 女警没输出 女警 女警打到现在她输出也不行 所以我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把这个点换一个英雄可能会好一点 前期抓住节奏就一波推过去 他这边非要就是拿个女警要打一个四人推然后一人发育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狮子狗这个这个点这个版本他也不是很强势结果他们也拿出来了 这个阵容我觉得如果是在I4这个版本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I4首先来讲他有一个视频在 然后在一个视野是受到了一些限制 因为每个人插的那个眼的数量是有限的 好 这波天使来看一下 瑞文很凶 大招 已经给上一个大招 但是影响不了对方 再乱十条大龙 啊 双方经济插的七千块 嗯 这个局面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翻盘的局面了 是 你说 KMFI这边有没有机会呢 有 前提是女警需要一个情语 为什么需要这个情语 为了打龙女 把龙女先打掉 后面才会有后话 龙女的装备又上了一个档次 对 把龙女打掉之后 这个杰斯可能突破牌的能力就会体现出来 他就是 你看现在EZ全都输出装吧 你不要拿输出很高 但是EZ还是一个脆皮 那 对 把龙女打掉的能力就会体现出来